星期一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学术舆论的压力之下 宣布解禁了 几天前他们应中国广电总局的要求 在其网站上所删除的300多篇 有关文革 有关西藏和新疆等问题的论文与书评 自从剑桥大学的出版社在上个周末宣布 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而要撤下这些论文之后 国际学术界对此予以了强烈的关注和批评 甚至还发出了抵制剑桥的呼声 剑桥事件的戏剧性逆转 是不是代表学术自由的胜利呢 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 罗斯林女士来分享她的看法 罗女士您好 你好 是 跟我们谈谈怎么看待剑桥大学这个事件的一个逆转 是不是显示说中国的审查制 最终仍然不敌国际学术自由的呼声呢 您如此乐观吗 我不是特别乐观 但是这一次中国记刊遭遇的事件 可以是说第一个遭遇到中国政府审查的西方学术器官 所以他们这件事的结果如何 就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 起初镜条出版说 它是没有通过中国记刊 没有告诉中国记刊 本身自己也不满意 所以政治分子起来彼此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钦佩的事情 就是他们对自由言则 言论自由这一点的坚持 还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但是电条出版社 它起初的表现 还是要让人感到有点失望的 尤其他们其实不仅删除了这个杂志上的三百多篇 他们还有删掉了一千多本电子书 所以其实我还希望他们能把这一千多本书也能够恢复掉 此外他们这种榜样效应作用是很大的 比如昨天另外一个杂志期刊 亚洲研究杂志 他们在博客上也发出了一个statement 说他们也收到了这种删除文章的通知一百篇 然后他们现在就决定要跟中国建条出版社商量 我们该一起如何应定 所以建条出版社这件事它及时的把文章给恢复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也有一种象征左右 有一种榜样左右 是 那么罗女士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其实也有人说这个剑桥出版社 他们已经表示了原来这个删文的决定 是为了避免他们的整个网站会遭到中国的封锁 可是我们看到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分析人是说 就让剑桥出版社删这些文章 甚至让他们的网站被屏蔽 那么到最后受到伤害的 是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发展 是中国自己的软实力 让中国去尝这样的一个恶果 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意见呢 对的 这个我从这件事看 从中国政府现在的态度和他们的资讯来看 他们确实很有可能关掉整个网站的 但是我也比较赞同就是主编 中国其他的主编Tim Pugo他的话 他如果关闭的话其实从长期看是中国的损失 确实是从短实力 毕竟中国集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学术集团吧 如果中国自己把它进入门外 就长期来看是中国的损失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罗斯林女士 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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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